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做有了很完整的一个医疗人类学的大学学历 然后同时他也有公共卫生所的硕士学历 那他现在呢是在一个senior living assisting living的一个医疗中心中 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护理工作跟医疗翻译员 然后他的志愿呢是希望可以成为就是护理医师的一个职责 然后来服务民众然后服务大家 然后同时呢参与更多就是对于我们亚裔 就是有关的一些科研项目 就是帮忙大家能够有一些更亚裔这一类的一些参与 那他曾经也做了非常非常多不简单的事情 就包含在这个新冠期间 他做了作为这个化验所的主任 然后管理了十几个这种不同的site 然后他是从几乎可以说是临经验开始 然后一路就是往上走走走走到哇 一口气管理整个所有的大环境的区域 那我们是不是请Debra先来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从小然后到就一路走来到这边的这些经历 就是说看起来是跟你的学历还有经验是非常非常美合 然后两边是很完整的串在一起 好的啊谢谢Michael的简单介绍 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大概是三岁呢就移民Virginia 那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国的首都 然后大概七八岁呢就跟随我爸爸来到西雅图 然后在西雅图定居 然后当时七八岁的时候呢还生过一场大病 然后当时是胰岛肿瘤 然后在西雅图那个儿童医院接受治疗 然后这大概从那里开始呢 就对医疗啊然后医学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那因为呢就是在当时很小的环境的时候 就是看到一些护士啊跟医生啊 就是尽心尽力在医治 然后因为就是跟随爸爸就是生活嘛 没有妈妈在身边 所以当时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温暖的环境 所以就这样子产生了学医的道路 然后呢大概十六岁左右呢 我就是参加了这个华盛顿大学 UW的academy program 那他这个是天才班 然后十六岁的时候大概就在学生化跟一些生物学的东西 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到大学毕业 然后走到研究所 然后我的研究所呢是在Boston TUPS University 读的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很积极的参与到 这个西雅图 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些工作 然后就一直的工作 对 非常不容易啊 就是这真的是跟你自己亲身的体验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性 然后就一心向一 然后一心从一 然后也就真正往这个领域走 那当初这个这整个领域里面的学术跟就是工作上面呢 你有觉得说就是整体这样看下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在医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几乎都还是一个比较白人啊 或者是比较Caucation Dominic的一个世界 那你自己当初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 你自己心路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就像Michael说的都有看到很多 就是我觉得很糟糕的现象 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小学中学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朋友就很排斥自己的Chinese root 然后呢 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就是你看的就是我们 我们有个现象叫小黄人 就是就是里面就是外面是白的 然后里面其实是黄的 然后呢 其实我就看到一些很多同学就非常排斥 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 哎 New Year's 他会很排斥穿一些传统的服装 比如起跑啊 这些起啊 这些长衫啊 这些东西 然后甚至说就是很严重 很离谱到呢 如果妈妈给他煮了一个就是就是盒饭 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比较就是中国人吃的东西呢 就是很地道的中国小吃或什么 反正就不是那种外乱的话 就是我会看到有些就是朋友去倒掉 然后回家都要骗妈妈说就把饭吃光 就反正是很排斥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其实他有一些中国他是会的 但是他就是很抗拒去说 然后甚至回到就是回到家里面 他都很抗拒跟自己的父母沟通 还是要用啊 就是坚持要用英文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然后呢 怎么会走到这个领域发展呢 就是因为我从小的生长环境 我就跟你说 就父母是工薪阶级的 然后呢 那因为呢 就是像我爸爸像新移民嘛 然后因为我爸爸当时就一个人在这边就生活 然后他是一个做装修工人 然后当时他的英文也没有很好 所以呢 我就很多时候 其实我就是他的advocate 就是要帮助他 就是比如说就很简单的 去超市买个菜啊 结账啊 去看医生啊 去看牙科啊 或者说去银行存个钱 他基本上都带上我 他才有 有一个 他才可以就是make it through 所以呢 然后呢 另外一个现成就是在一种唐人区 唐人区域的一些地方 你也会看到 其实唐人健康 其实跟他们的工作环境 然后从事的劳动事业有关系的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很多人来到 就是去餐馆工作嘛 或者像我爸爸营养师做建筑的 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有很多这种 muscular disorders 它就是那种就是肌肉的劳伤 然后现在到老了 其实它都有很多那种痛风化 关着眼的事情出现 然后其实你再看一看 就是Seattle Chinatown 跟其他Chinatown 其实很多这种人口 住去的地方 其实环境还是比较杂的 然后还 它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就是也没有政府去 很关注去做一些cleanup 然后这些区域基本上是街道 清理经济比较很 怎么说呢 it's very neglected 就是基本上 对 基本上就忽略掉 然后其他有钱 比较有钱的地区呢 你会看到就是 街道啊 规划什么都 然后好像一些green areas green spaces 都会比较多 然后其实我们在 public health看来的 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们有这些资源的话 其实是可以大大提高 就是一个population的健康 这样子 对是没有错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最基本的防线 第一道防线 其实都是来自公共卫生 就是今天你有了 公共卫生的第一个 这个摊头叠起来之后 后面去讨论这些 其他的医疗啊 或是其他的这些救护 才比较有意义嘛 不然预防胜于治疗 这句话嘛 就蛮重点的 一开始你要先把东西 都先搞定 慢慢慢慢再去把 后面的其他的一些 对症下药也好 或者说对这些环境 去做一些改善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 而且其实真的是因为 你从小真的很早就 算是social lines 就是很早就社会化 然后带着各种 看到各种不同的环境 然后觉得 这个环境是不是 有什么地方可以 变得更好 然后可以做得更多 然后让你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去投入 然后你也一路就是 从这个学术的领域上面 就走到了 就真正的这个 业界的领域嘛 那当年你是怎么样从 就是学术就直接跳进来 因为你一开始 你就直接跑来到 就是COVID的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你是怎么一开始 就直接就至高奋勇的 就说好 我来 我上 这个 这其实很勇敢 很brave 其实我会说是一个机遇啦 就是我当时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就是乱投 也没有就是 就是也没有一个很 很确定的目标 要做什么 但是呢 简历就乱投 然后刚刚好呢 因为2012年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个 就是那个 last wave of COVID 然后我就当时offer了 就是说到一个offer 然后一个opportunity 就开始从COVID lab technician开始 然后当时呢 就是基本上在化验所 然后就没业没业的 然后帮那些crew ship 你知道你知道当时 我们还有一些crew ships 还有一些airline 就是如果你要飞行 或者坐邮轮的话 你都必须要有COVID testing 对对对 对 然后就刚好进到那个领域 但是 对刚好进到那个领域 然后看到很多 就是也有好的 也有坏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可以详细的缩解一下 对啊 可以讲几个 就是你看到的一些 好的的这种case吧 或是说你 可能在这里面体验到了 还是说你有遇到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坏的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很排斥嘛 就觉得 我要去vacation 你怎么可以 就是一个negative 或是一个positive 然后就把我挡下来 或怎么样 然后大家就会 就是很多complain啊 然后再加上 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 其实也蛮混乱或动荡的吧 应该这么讲 就是有那么一点那种 奇怪的氛围 甚至包含你的病毒 怎么样去命名啊 或者说那时候开始各种hate 就是各种 针对不同种族的一些hate 慢慢慢慢surface到 整个台面上 然后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轰波 我相信你在这里面 你一定也 经验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先好的 先讲好的 我觉得好的 看到的是什么 然后可能再讲一些 可能不这么好的 但是很真实的 这样的一个体验 嗯 对 好 那我再讲一下一个 就是我举个例子 我要讲一个故事吧 然后当时呢 我记得 就是我可能就新人嘛 大概做了六个月 technician 之后 我升上去做主管 然后做主管的 基本上就要就是 处理很多一些 就是投诉嘛 嗯 然后我的天 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家庭 就是当时有一个家庭 就过来 他就说 the cruise ship is not letting me on 就是意思 他那个游轮 不让他上 因为他小朋友呢 他做那个15分钟的快色 他是发现一个 positive的result出来 然后他说 我们全家都是negative 我怎么可能小孩子 是positive 然后怎么可以 就是不让我小孩上 说他这样子 我怎么 怎么样找到 呃就是人照顾我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这个 cruise ship 一个一个礼拜耶 所以他就 整个人就 很沮丧 很devastated 然后他很希望 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 就是客观的一个检测结果嘛 然后当时他 我们就说到他的referral 然后他当时来了 然后就是我接待的 然后呢 就看着我一个Asian face 哇操 他整个人 就整个脸 你就看到他整个脸 就drop的 我的天 然后他就 他一种 我知道就是我understand 他的frustration 对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Let's calm down We're going to help this get you straight right 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就是不争不休的 劈里啪啦 然后一直说了一大堆 就是反正很disrespectful的 就是很带有攻击性的 然后就是攻击 像我们这种Asian face 然后说什么 他不相信这个病毒 这个完全是造假的 然后甚至呢 这些都是你们Asian的一些 Asian population带来的 然后我当时都整个人就傻了 就懵了 因为当时我们就在检验的时候 然后每天每天检验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说 其实这个virus it doesn't discriminate 然后其实你更普通的去看 there is no virus no pathogen no bacteria that would discriminate exactly when you are sick you're sick right 你就要去看医生 你就要去治疗 生病了就生病了 没有人种 也没有什么其他各种问题 反正病毒就是大家都会种 everybody都会 对 其实没有 我当时我一看他 我就觉得 哎呦 这太搞笑了 就是他整个脸 他不相信我们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给他出了结果 然后他也还是生气 因为结果他那个小孩 还是positive 然后我们那个 就是最准的 对 我们那个就是最准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PCR技术 然后PCR技术 就是detect那个RNA嘛 所以你根本就逃不掉 然后我们就 就我也跟他说非常抱歉 就是造成你的困扰 但是 you know science is science 对啊 how am I gonna you know make up something for you when it's you know the science is right here 所以呢 然后当时就 我们后期 我们后期 就是我的主管 叫我解释 因为他这个投诉到 很高层去啊 然后 然后我就说 just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我们当时就是有钱人 也来我们这里 做那些新冠检验 然后同人家也是 然后no matter your socioeconomic status 就是无论你的 那个阶级 就是你同样 你如果要中招 你就要 你就中招 然后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中吧 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就是说 你中了就是中了 然后test出来 你还是positive 那又能说什么 对 所以呢 到最后也 他也就是 没有再进一步啦 但是 我就觉得很可笑 因为他也理亏嘛 因为就从test的resource 出来 你再去做100遍 100遍里面 还是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case其实挺好 就是讲到说 其实很多时候 从数据的角度来讲 很多时候 大家都看到片面 但是你从数据的角度 或是从背后 真正的这个现实的角度 来看 完全没有区别啊 病毒就是攻击任何人类 就会到人类身上的病毒 就是会到人类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蛮好 就有点像帮我们 评了一个反 就是说 不是Asian face的人 都是问题 然后那时候 很多Asian hate 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 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就是非常scientific 非常公正 非常justified的方法 那不好的地方 我相信一定也很多 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遇到很多 Asian hate 或是遇到很多这种 不讲理的人 那很多时候是 因为这个环境 真的很 isolated 然后很少Asian在这里面 或者是说 因为就是你在这个 practice的这个过程里面 很少遇到这些 了解我们的 这种人种也好 或是种族也好 或是background也好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因为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从public health的角度来说 就是它有一个政治方面的 然后医疗 医疗其实它越来越 我觉得是商业化 然后它商业化 我们基本上就要满足 all of the investors 对 然后你要满足investors there is like a lot of political political parties involved 就是它一定是跟政治息息相关的 然后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它public health跟healthcare 还是not very diverse 就是它不是很多元化的 一个行业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像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可能真的是全班 可能仅存两个 然后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女性 哇 就是你就可以 黄人的demographic 就只有两个人 然后你是唯一一个female 对 然后我觉得最让我困扰的 就是说 其实public health 它这个领域 其实很需要 像我们这样的人 去为这些marginalist population 就是亚裔发生 因为它其实只要我们 就是改变了大环境 其实我们很多一些预防疾病 都可预防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这个领域实在是 可能有很多因素 包括政治 然后甚至我的家人跟我说 你当你就是涉及了政治 你觉得你这样的faith 有可能get a piece of the cake 然后其实这一个 一个是一个很rational的 一个decision 就是我看到的 我的朋友都很多 是走进 就是临床的一些事情 因为说 你只要跟 你只要跟 you're playing with people that are caucasian you know 然后你就想要 there's limited funding 它这个资金里面 dedicate to public health 它是有限的 然后因为 you know caucasians have been in this field for so long 就是现在这个领域 已经很久很久了 我们这些亚裔进去呢 其实甚至说就是 we're playing a tug of war you know 对 就是两边互相平衡的 这种状态 就是我的 我的粥就是这么多 但是我的生有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怎么去分 可能比方说 我就只有三碗粥 但是我要分给十个生人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怎么去 有效率 有系统 然后同时又 又不biased的 去分这个resource 我觉得这是 相当困难一件事 然后 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很可悲 就是像我这种 就面孔 去在public health 做贡献的人 他可能都是第二代 我还是第三代 哦 I see 然后其实 像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好像我在医疗翻译 就是有一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当你就是 你走到 second generation third generation 你的那个language ability 其实你会慢慢失去 会diminish 对会diminish 然后会导致 there's a gap that you need to fill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就是你会在跟这些 immigrant 新移民来沟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困难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很 就没有办法 就是比如说像我跟你这样子 面对面讲 就来得更加的贴切 或者you know more close to their heart 去想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真正的状态 或是一个想法概念这样 对 对 好像我当时就有个教授 他已经第四代 哇 他是非常就是 我可以看到他的热情啊 当时他在Boston Chinatown 他就每天要跟图书馆 然后去开会 然后跟那个TUFST Medical Center 也在开会 他就想要push一个 做一个绿化的项目 在Boston Chinatown 但是他有个很大困难 然后他跟我说 其实我很想帮助这些 像我的great-grandparents 奶奶 或者我这些祖辈啊 就是我无法想象 如果我的祖辈 没有我们这些人努力 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个环境 right right 然后其实真的很可悲 他就是非常有心 但是他就说 my language abilities I can't make it 然后他 他经常他就跟我说 他因为我那时候 是他assistent嘛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 你可不可以过来 就教一下我中文 或者说你能不能请你来 帮我们翻译一些 因为他要走到社区里面 就是做survey 要提取意见 要听取民众的意见 然后因为这个language you know she's running into a bucket 就是she's running into the end 对 因为他没办法沟通嘛 对 she's running into a dead end so 然后他也说 他其实他很担心 就是他的下一代 要怎么样去explore 他的cultural roots when she's gone 没错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特别困难 尤其是对于不同的 这种老一辈 青年辈 然后再到你们这一辈 已经算是 相对新生代的这种 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老中青 怎么去沟通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再加上 如果新的一辈 又已经是pure Americanized 那他几乎没有 这个communication的skills 那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 又更困难 那尤其我们看到 其实Asian population 其实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像Washington 就大概有将近 10%的population 几乎都是Asian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来看 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要怎么样让这些老一辈 能够接受 可能要很多的 像你这样有passion的人 然后愿意去 就是真的走到每个民间 然后跟大家去就是mingle 然后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同时要有 很passionate的这种professor 他有这样子的roots 他有这样子的passion 他愿意去devolve 他自己在这个角度上 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我认为 还是很糟糕的现象 就是说 好像在我们很多的 professional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是我们接受医学院的训练也好 护理学校也好 牙科训练也好 其实还是 就是我们还是用一个 one model fits all and that's not the case that's not the case 就比如说我们看看 nutrition 就是我经常 我带我外婆 就我外婆是有糖尿病的 我经常带他去 就是ICHS中心 就是那个国际医疗诊所 去看那个nutritionist 然后那个nutritionist 每次都拿那个小碗过来 然后他就 他就问我外婆 how much rice do you eat 他就说他会拿那个鸡松肉出来 那个小玩具 你知道吗 那个道具给他看 他就问他 how much chicken breast do you eat 然后我就想 我就有时候我就想说 我外婆没有办法回到 你这个问题 对啊 因为他这个老人家 他这个老人家 他不会告诉你 他的chicken breast 因为他根本就不吃 这个鸡松肉啊 然后对 所以这样子一个现象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你会发现 你给一些 就是health education 给一些民众 其实他是 他想要告诉你啊 但是你给他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 make that connection 对对对 因为就根本不是他的生活习惯 然后也不是他的这种饮食 dietary的这个习惯 然后同时也没有那种 太多的这个direct connection 所以有时候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 蛮tricky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待会回来 我们再继续讨论 这个下一段 就是更精彩的 关于各种 不管在这个医疗领域里面 或是在 这个长照的中心里面的 这样的一些经验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 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 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 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食物储存小贴士 想要爱护食物 这里有一些使食物更长久地保持新鲜的储存小贴士 请把切开的水果蔬菜放在冰箱里 把面包冷冻可以储存更长时间 在美国 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 节省金钱 节约食物 拯救地球 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 以获取提示 好 欢迎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 然后我们刚才嘉宾Devora 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就是她从求学 然后一入到医疗公共卫生的这个领域里面 遇到一些好的啊 坏的这些状况 然后最后刚才提到了嘛 就是很多她自己的经验 比方说像她的外婆到这个ICHS 去做一个就是检验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那个护理人员 跟她问的问题 其实跟她本身的生活习性 是完全没有相关的性 这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 我们很常看那个nutrition 我很好的朋友是个营养师 就是nutrition 然后她基本上在看那些 就是帮大家安排各种不同的食物的时候 有时候很多那个sample 也都是来自白人 就是讲白了一点 她是这样子的一个sample size 早期的这些practice 都是这样标下来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看到 比方说针对一个小小的这种 比较体型比较小的一个年轻人 她可能给她的一些营养建议啊 摄取建议 可能都不是based on 她真的真正的这个环境 然后有时候就可能变成营养过量 或说可能过剩 所以我也想到 这也是一个蛮常见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取用到的这些sample size 大部分都是一些特定的族群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很就是one size fits all 这本来就很困难 因为本来就有各种不同size 各种不同的基因形状 或是各种不同的这些种族的特性的这些人 那她需要去有更细化的方式去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case非常好 那在医疗跟公共卫生刚才讲到嘛 就是是不是也因为就是很少研究领域 是真的focus在Asian American 或说这些Asian based这些人身上 所以才会导致就是说 刚才你提到这个 比方说你问的这些问题 都是跟这些Asian的习性不一样啦 或是你去参加的这些东西 或是这些相对应的 给的这个建议 跟平常这些Asian的这个style 都有点不太相同 我觉得最主要是 你这个领域本来我们就是minority 然后因为经费的部分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when we're looking into government 我们就是从很高层面的在看 其实它很多 它都会focus on American dietary things 然后甚至说 它另外有一个现象就是language barrier 就像我刚才一直reiterate的一个重点 就是language barrier 其实我们当然是希望有这些研究出现啦 但是当逐渐逐渐的 像我们走到second generation third generation you know the folk 它很多concentration 它慢慢慢慢 它就会慢慢更少更少 然后 对 对 所以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 there's not a lot of efforts in public health there's not a lot of efforts in public health to do these things because it's it doesn't bring in the mone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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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reality speaks right 就是 很多时候是investment 而不是一个profitable的东西 就是一些public的这种goods 大家都知道公共财的东西 就很难做到这种 一个永续循环的概念 yeah 那 我觉得在这个领域 其实真的也蛮有 蛮有意思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后续可能 如果我们有机会 可以再 就是邀请你来 再讲更多 就是detail 那我想pivot到下一个题目去 就是 因为你说 你之前做的是 public health 然后跟很多的 这一类的这种环境 但是后来 怎么会switch到 就是long term care 跟这个 跟这个就是 elder care的这个领域 这个感觉好像很接近 但好像又不太一样 对不对 嗯 其实在我看来 American population 它本来就有一个老化的问题 所以其实说 我觉得long term care 它也是一个 public health的一个 一个topic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since I'm going to be going back to be a nurse practitioner 就是我想做医师护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也有 我也需要相关的经验 所以就走到那个 那个long term care 然后因为我有license 是注册的那个nurcing assistant 所以呢 所以呢就就这样子进去 然后另外就是我妈妈本身就是家庭护理师 就是他是私人看护这样子的一个 you know home care aid 他本来就在 每个人的就是 家庭里面就是做一些 就是medication reminder 就是提醒就是老人家吃药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室 a lot of housework 然后呢他可能 但是他home care呢 他就是不需要太多的医疗的一个knowledge 那我呢就基本上是把他做的事情 step up a little further 就更进一步 所以呢我就连到那个long term care那里去 然后我觉得long term care他其实 其实其实我觉得 又好又不好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好的就是有时候you know 老人家其实你老到一个程度 就好像回归像小朋友一样 对反老还童 对反老还童你说对 然后其实他们虽然说我们有很多老人家 有一些cognitive的一些problems 就比如说是alzheimer's,dementia 就是老恩时代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很sweet 非常的sweet 然后甚至说 因为他就是long term care嘛 we can follow them through 就是我每天去我都会见到他 然后虽然说他们是有一些老恩时代 然后可能the mind is not always there 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生气 他们每次见到我来呢 就会很热情地欢迎我 就 sound like meeting a new friend 然后我一直follow他们 through 其实他们就是每一天每一天 都会更跟我亲近一点点 所以虽然是失智了 但是 there's a lot of you know very warm and I think welcoming moments from them even though you know the brain is not there you know 那蛮不容易的 尤其是其实一开始你会想说 看着老人家们就是变得没办法自理 其实蛮难过一件事情 但是in the meantime 他们又能够有这种人性 然后有点像人性的光辉的这种概念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wow like life is still filled with love 那种感觉其实还是蛮好的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很困难的另外一点 就是说again回到就是social aspect 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好像很多的Asian population 会觉得好像把老人家们送到这些 long-term care的facility 或说这些long-term living的这种facility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会觉得是一个好像就是你就不要了 这个老人的这种感觉 然后很常你会看到那种网路上的影片 就是他们会讲我不要去老人院 我不要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这种这其实是一个myth吗 还是说这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你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才是真的其实对他们最好 我觉得在就是华人的population里面 在人口里面就是有一个迷思 或者固定的思想 他们会认为其实把老人家 就是放在long-term care或者assisted living 或者一些一些什么就是facility里面的一些地方 就是等于是遗弃他们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就是在我看来 我个人的见解 然后经验呢 其实我看到的是 如果你把一个老人家放在家里面 没错 他是在他一个熟悉的环境 然后对他来说 他可能就是熟悉的环境 他可能会比较开心 因为他跟家人在一起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如果一个老人家走到失智 或者失禁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very terrible的一个现象 因为对他自己的dignity 他的尊严来说 其实他会很难过 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出球 或者失禁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甚至说就家人照顾起来 也其实是比较困难 it's very hard on their heart too 因为you know 你爸爸妈妈 老人家raised you up 然后你要亲眼看着他 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失去自我的人 自我照顾的力 然后对他们家人来说 其实也是个很大的心理负担 然后另外我要提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最害怕就是老人家有那个寂寞的感觉 然后其实寂寞的感觉会让那个老人家 其实更一更进一步的会有 Dementia 或者Alzheimer 就是那个Loneliness 然后其实会让他进一步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一些anxiety 焦虑症 或者depression 忧郁症 忧郁症的话 其实他会更加重这个现象 然后我觉得说在facility里面 其实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说 有其他人陪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自从 我忘记了那个law 叫OBRA 其实在那个law past以前呢 Tunner's at home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等死的地方 然后每个人就住 每个老人家 或者每个就是很严重的人 就住在那里一排排 然后呢 你看到他们会绑起来 就像坐牢那样 然后每天就等了吃饭 然后睡觉 然后就一直这样进行下去 但是自从那个法例 就是通过之后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Nursing home Long term care 的一些facility 其实他的那些regulation 他还是很蛮完善的 完善了很多 比如说他们会就是派一些 Government official 去市场下这个 就是做一些就是可能是那种 去看一下这个医疗机构怎么样 有没有engage这些老人家 就是offer他们一些activities 就比如说是 有没有带他们去唱唱歌啊 运动啊 去花园里面做一些garning的work 然后其实我在 我在那些Long term care facility 我觉得最温暖的心的 就是我看到一些老人家 他会经常就是可能会有一两个 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之前都不认识 一两个会经常就是手拉手 我们一起去唱歌 或者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他们就是 just one encourages the other 然后呢 其实就回到最原始的 when we were socializing you know 对 a lot of the socializing is there even though their mind is not there when you have one person 就是带领他另外一个 其实他们都会跟着去模仿这些行为 然后就更加active 然后我有一个就是 it's very warming the case 就是说有一个老人家 他他他就是太太已经过世 然后他一个人 然后他就跟我们另外一个老人家 是一个老太太 老奶奶 然后他们两个就像buddies那样 很close knitted的 一起天天去唱歌 然后后来那个老奶奶 就突然有天就中风了 然后他慢慢的要进入hospice care 然后那个老爷爷都会来跟我说 天天会来找我 where's my friend 然后直到最后他过世的时候 这个老奶奶 不是这个老爷爷 还是会去拉着他的手 然后然后等待等待 他慢慢过世 就是陪伴他在旁边 作为他最后一段 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以前都不认识的 就是你看到这种友谊的建立 你会觉得非常开心 对 这真的是那种 真的wholeheartedly的那种love 他是一个大爱 这种感觉真的还是蛮好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然后待会再回来 听听我们最后的一些 见解跟一些想法 Volk Culture荣系的宣布 公布诗歌征稿现已开始 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的居民 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 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 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 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 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 请访问forculture.org slash 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 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 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现在供应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啦 有道理 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 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mcdonalds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 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 现实优惠 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 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OK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 那刚才我们的嘉宾Debra share了很多 就是在这个long-term care的这个facility里面 遇到的一些温暖的一些小moments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大家可能听到很多迷思 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刚才前面那一小段的一个小节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当今天家人真的行动不方便 或说真的已经开始有刚才讲到的失智 或是失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于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都是一种很大的burden 也是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很多时候其实相信这些专家 比方说像Debra或者是像他们的这些facility 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有更多真的专业的人来帮忙你照顾 需要被照顾的这些病患也好 或者是老人家也好 然后可以让他们回复到一个比较健康 或者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模式 就像刚才讲 即便他们mine is not there 就是他们或许还是失智 但是至少他physically 或说他在那个环境之下 他有一些朋友 他有一些专家可以帮忙他 就是即使有什么问题 或是遇到什么状况 都可以再找带回来 或是再找回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最 Debra还有什么 就是想要补充了吗 关于这一段 对 然后我想要再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在那个Asia population 其实还有一个miss 就像一个block blocks 其实大家都认为 就是老人家只有一种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他不只有一种 然后呢 可能我现在会用到一些 就是很专业的术语啊 那我就简单的带大家走过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再讨论一下 其实他其实有很多不同level的 long term care 然后包括rehab rehab就是比如说 一个人就是受到重型的伤害啊 那他就是我们帮助他做物理治疗 然后让他快速的出院 rehab他就是一个 short term state 然后呢 他还有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呢 他一般就是基本上是 我们说是最高级别的 在这个就是spectrum上面最高级别的 就是基本上是total care total care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做很多的干预 比如说是我们要做一些 就是每两个小时 可能要帮他翻身 因为他可能已经卧床 或者说我们要擦尿管 或使管这样子 就是比较是严重的 就是基本上是 很难恢复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我们要做一些干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assisted living 跟home care assisted living跟home care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spectrum上 最低的啊 他是基本上是针对一些 就是可能是一些慢性疾病 比如说我们说是 diabetes 还没有很严重 或者高血压 心脏病这些 肾病这些 就是我们在一个机构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assisted 但是他基本上他走路啊 或者什么吃饭啊 这些东西 他还是正常的 然后他也不会就是失智 他还是the mind is still there you know 他可以自己帮自己make decision的 然后走到最后呢 就是我们在skilled nursing 在上面最最上面 就是最后一个人生阶段 就是我们所谓的hospice care hospice care呢 他其实就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 让病人舒服的离去 就是比如说是 for terminally ill的 一些populations 或者是癌症膜期啊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prognosis is very bad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可能就康复的 然后要慢慢的pass away 的这些population 但是呢 我要说的就是 他其实有很多很多 这种facility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们存在 然后可能会帮家人 挑错了 that's when the problem comes you know 当你把你最爱的人 挑错了一个环境 you will see them rapidly decline because那个环境 不适合他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他需要skill care 然后你把它放在 assisted living 那不行 对吧 或者说你把它放在home care 但是其实他需要的是skill care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rehab 都不行 都是那个就是不行的 那个环境 is not fit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 就是我会建议 如果家里就是有一些这种状况 或者scenario 或者说老人受伤 家里人受伤 其实你还是要做你的research 看一下 what's the best environment do we need to do we need to 做rehab 让他出院 然后回到家里生活 还是 do we need to put in hospital care or skilled nursing 这样子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question吧 然后 this is a question you have to answer it 对 我觉得这蛮重要 是一个readiness 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想到 哇 万一受伤了 就是受urgent care 万一受伤 就受urgent care 但不对啊 就是很多 你有很多不同分科 那在这个 就是long term 就是在这种老人的 照护机构里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level 从轻到重 从他能不能治理 到他不能治理 其实我觉得 这一部分的这些information 确实是蛮 对大家来讲 蛮重要的一个information 就是还是要do your research 然后找到最适合 你的家人的生存环境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那边 得到真正最好的照顾 比方说他今天真的是 很严重了 还是说他今天 其实只是一个 需要一些人 帮忙做一些 简单的事情 就是他还是有 不同的scale的 所以我觉得 Devra这个分享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有value 非常非常有价值 因为这真的很重要 那最终呢 因为我们节目 也差不多快要到尾 所以我想问你 就是说 如果今天遇到的 就是 这些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 他们可能的 他们自己 或者说他们可能的 下一辈 或者下一代 他们对这个领域有兴趣 然后想要做这个领域 相关的工作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他们应该要怎么开始 然后他们 你觉得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些 qualification 让他们能够有办法 就是开始往这个领域里面 投入更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passion 然后 a love for the humankind 因为其实说 做医护的工作员 其实我觉得 我们都变成 很厚脸皮的人 因为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I think you know over the years 就是在 这种大氛围感里面 其实我们会发现 health ca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ustomer service based 然后其实 这个是一个 不好的现象 because 因为 我们不希望 我们是专业的嘛 对吧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会是 还是会有一些病人 或者病人家属 就challenge我们 觉得 我觉得这样可能行 这样也行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这样子 然后其实就是 it's pushing the boundaries it's pushing the boundaries and a lot of time 其实 we're doing more harm than the benefit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很糟糕的现象 so we have to really think 就是我们要想很多 怎么样 对这个病人 才是最好的 然后 即使我们就是对 我们对那个 我们跟那个patient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 就是大家都可以 共同同意的一个方案 然后 要make sure 他is very safe and this is good treatment 然后 然后我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有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有一个 long-term care 我们来了一个 差不多400磅的病人 然后其实 我当下 我一看 我觉得 他其实上身 基本上是没有 那个musk musk mask了 他基本上 他grip的时候 他是 基本上不能抓住 那个机器来站起来 就是没有肌肉的 那个能力 对 然后他那个机器 也根本不能承受 他的重量 然后我 我记得当时 我最勇敢的决定 就是 我立马 我就call了那个 Nursing Director 那个主任 我就跟他说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绝对不行 他绝对 因为按照他 有这些心肺功能的问题 然后有心脏病 这些问题 如果他摔在地下 就是他万一不抓住 那个饼 然后摔下去了 他就没了 对 然后我们就很难 要去跟他的家属交代 但是他的家属就觉得说 我这个老公 我觉得他状况 没有这么糟 他上身 还是有力量的 可以抓住的东西 不会摔倒的 然后我一看 我觉得 no you cannot fulfill it that way 虽然说 we have to make accommodations 就是我们要 work around the situation 但是他这个 不safe的 然后我当时 我就跟那个 Nursing Director 说 I was like 我的license 就在这里 and if you don't make this change I'm going to call the state the state is going to come and investigate what's going on yeah and I was like I don't care 对 take it hard right yeah I don't care because 然后我当时 然后有一点生气 然后我都把我的钥匙 for the med card 就是我那个 医务箱拿的药 那个钥匙 放在那儿 我说 Today I can put my keys down and if this doesn't change I'm not coming back tomorrow 然后我就 我当时我就看到 我同事 就是觉得 oh my god this is problematic 以为我都要 就是没有人 想跟我说话 然后他整个脸 都红掉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 其实走到最后 你做医护的 你就要 就是要想 what is the best for the patient 然后如果 走到一个地步 the family cannot advocate for the patient 然后他也没有 足够的information to make the informed decision you have to step in yeah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 无论是年轻的 或者有兴趣的 从这个行面发展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 是这个passion you have the passion 然后另外就是 you have the courage you know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be like okay here's my career it's right here I will do anything it takes yeah even it means if it's losing my job you know so 然后当然 还有一些 就是人事的得罪 上面 你也要 就是反正要勇往之前 you just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right right 就是要 do the hard decision 就有时候 因为像刚才 你那个case 万一他跌倒了 不是之后 他可能 就是不行了 可能也压扁你 然后压扁其他的 那些来帮帮他的人 那it's like a big mess right 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用你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对他来说 才是最好的 怎么样对环境来说 才是最好的 对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就觉得说 你不要太过limit自己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也有过这个 我觉得说 我要走这条路 走这条路 然后我就觉得说 I really set you know boundaries for myself 然后或者是一些timeline 但是我都没有像预期那样 达到那些timelines 或者说 I took a different path 然后其实我想要告诉 就是其他人 就是 it's okay take a different path even though you know it may not make sense in the end 我就觉得说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无论你走哪一条路 或者说 你怎么样 就是兜了个大罗马 然后再回到你的语言 其实他都有你 学习的一些事情 可以就是探索到 然后学习到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人 其实转行 然后这些其他东西 其实我觉得 就不要害怕这些 in the end I mean you get the very good experience and the learning that was done you know 然后我觉得 在Asian population 其实我们很 很会帮小孩子 设定一些框架 对 这也是一个蛮 蛮 蛮 你要做科研 你要做药研 这些东西 但是我呢 我就是那种 可能比较叛逆吧 我就是 找到自己 感兴趣的 所以觉得只是探讨 然后我就一直往前冲 嗯哼 我觉得这个总结 总结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说 要不要把自己 放在框框里面 然后同时你要 不要忘记 你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就是wholeheartedly 就是go ahead like right full speed 不要去想一些 其他有的没的东西 不要担心什么 然后刚才你提到 其实也很重要 就是要 see the patient as your family 就是你要能够 能够把他们 变成你的part of the family members 去爱他们 然后去爱这个环境 你才有办法 在这个领域 跟在这样的职业环境里面 好好的工作下去 好 我觉得今天很精彩 今天我们就是 从你的心路历程 然后在医疗 公共卫生的行业 然后一路转变到 就是long term care 然后这个sister living的 这些facility的 这个environment 然后又最后走到 就是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有各种 完整的铺层 然后有完整的 这个对 真的是对这个领域的爱 然后这个领域的 这个passion 找办法走 那也跟大家科普了很多 就是其实不止 不是只有一种 这个care的facility 然后也不是 只有一种 这个环境 那大家其实 真的是可以 从这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对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就希望今天 我们的节目 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然后可以就是 了解到在公共卫生领域 在这个医疗领域里面的 这些从业人员 他们在这样的领域之中 学到了 看到了一些什么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 有更多像debra这样的 伙伴能够帮忙 大家这个asian population 能够去avocate 然后去做更多 我们对于这个华人 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些 亚裔人这种 更有帮助 或是更有用的 这些研究 跟这些相关的 这种投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再跟debra聊聊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题目 那我们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 有关COVID-19的重要消息 这可能对你我 都有影响